挑战预算200元能在我身后 全国最大的翡翠皮肠市场 四位天光旭买到 什么样子的天然翡翠 你买白菜吗 这里可是天光旭 我说能买到一定能买到 走 这个还可以 八卦图的挂坠 这个什么价一个 卖个四块 葫芦的呢 2块5 车卦 多少钱一个 花生多四多 8块钱一个 这种什么价 竹节 买100个的话 8块 当那种手骨链 龙水气仗还蛮高的 挺冰透的 这种什么价 大包 26 还有比较色的呢 我再看一下 也算是平安扣的一种 这个多少钱一大哥 25块 还有这种的 25块钱一个 关有多少价 多少钱一件 30 这种伯工呢 50 财神爷 大包多少钱一件呢 15块钱一个 还可以哦 过年送人还不错 你这对皮羞呢 多少钱一对 35 这个什么价 就是我一串 200块钱买4串 如果拿200件的话多少钱一件 不讲价卖价 还可以哦 还蛮划算的 你看100块钱一件 这种都是翡翠的 有坠 如果带到这种蓝色调的 这种一般就是微料哈 包括像这种的 还有小辣椒 这种黄的话 一般都是有点优化过的黄 这种料子 你们就不要说人家种水 什么颜色什么的 袋头大呀 80块银件不错了 还省 少一下 还有这种纸母扣 前带 大的如意锁 应有尽有 可以自己来挑 2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冰冰透透的 18K金镶嵌的平安扣了 除了这个呢 还有像这种如意 这个也很推荐 当那种小小的锁骨链啊 还有如意头啊 这个荷花 还有叶子 豆子 这些都是18K金镶油箱嵌呢 才198一件 你往这边 你有点高预算的话 这边298的 也很不错 像这个叶子 你看吃光的都 差一点点就可以买一只手镯 200块钱预算 你们看一下 底妆其实还蛮细腻的 它肯定是会有纹裂的哈 毕竟这个价格 天然翡翠一货 颜色是有带一点的 像这一手的话 颜色就会更漂亮一点 同样的话 它的裂就会大一点点 颜色会更漂亮 圈口又很大个 像这个起码到62-63了 天山翠 你们看你们走直播间多钱一只 280一只 200块 我只买一只的话可以吗 可以 你看200块钱还是能买得到的 换一点点绿 这个手链什么价 230 就这个大面还可以的 边上这些是什么 那个帽子 这个也是粉色啊 这个绿的 这个是微料是吗 它是龙 然后呢 它全部都是立体雕的 一条龙盘踞在一起 它的身体刚好穿过一个环 重点是什么 300块钱一件 而且你看像这种能量子 它山水也是 总水还是在线的 300块工费都不够 你正常的话 因为它这种是鸡雕的嘛 所以它价格就划算了 这一串什么价 3600 屋鸡都这么贵了 你们不要瞧不上 这种是冰屋鸡来的 这件什么价 16,800 配绿黄具箱 它才会显得会更加紫一点 这个黑白的就 颜色一片淡 它是可以开的 不过确实是好看 比单纯带一个黄金镯子 要好看多了 可以定做吗 也可以定做 这两个也是一样价吗 可以 这个是15,000 这个是16,000 我喜欢这种鸡雕 很浅调 它很考验这种料子 它的本身的底妆 要细要冰 这个什么价 2,800